金磚鳳梨年营业额4000万 清晨5点半天色彩微亮 屏东县高树香的鳳梨田里 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碌 绿地生产合作社 栽种及器座的鳳梨 占了屏东的四分之一 年产值高达4000万 幕后最大的推手就是他 今年才37岁的郭志伟 也很简单 就是让台湾的优质农产品 走到世界各地 一颗颗黄澄澄的鳳梨 被作业员送上输送袋 进行分装作业 但是鳳梨需趁金论两脉 还得看产季工需是否平衡 才能有好价格 退伍后就跟着父亲 开一颖机的郭志伟 原本也过着看天吃饭的日子 11年前 鳳梨价格好 农民抢中 之后他看着供需失衡 作物价格低贱 幸好当时贸易商 要求他们改种香水鳳梨 外销日本 振得一线生机 所以杜英农药检测未过 产赔400万 让他决心以企业方向经营 6年前原祖食品向他们 采购金砖鳳梨 以高价水果礼盒 迈至中国 之后郭志伟更和韦乐山丘 弃作土鳳梨 吸引年轻人 反乡耕作 求心求变了他 更在今年将鳳梨变成蜜健 创造鳳梨更大的 附加价值 动新闻 垂涎玉滴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